你 你说吧 你一个富贵闲人 来母校干吗 一苦思甜啊 是学校台前社 想和我在外面开的 台前道馆合作 我这不来谈事吗 不过今天啊 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怎么着 对我于情为了 我都你早没一种意思了 你现在在我面前 就是一爷们儿 男的 你才男的 怎么我看上去不像吗 不像 看上去 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张晓燕的消息想不想知道 随便买 你真是重色性哦 行了 快说 张晓燕有什么消息 我打听到她住在哪个小区了 打听到这个有什么用啊 她又不在国内 如果张晓燕今天要回国呢 真的假的 什么时候 我喝了 没吃过饭呢 小李啊 怎么早没发现 你还挺会刷存在感的 什么意思啊 知道下午先领导来 喷喷香水啊 我中午吃的东西味道大 我是觉得不礼貌 你想什么呢 前妻 各位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崔宝辉 从今天起 担任咱们演出经营部的经理一职 崔经理好 来 初次见面多多关照 给大家买了咖啡 来来来 够了 那个崔经理是吧 您真是太客气了 我自我介绍一下 你就是钱力吧 咱们部门待的时间最久的员工 对对对 崔经理 您教我钱解就好了 各位的资料来之前我都看过了 这位是梁曼 这位是李一锦 应该还有一位赵源是 过来了 是这样啊 今年剧院呢会有一些变动 这两天我会跟各位分别都谈一下 所以大家把手头的项目整理整理 回头跟我汇报 好吧 那没有问题就去忙吧 变动 什么意思啊 不会是财源吧 什么客气 明明是先礼后宾 怎么办哪 来了个搞事情 来来来来 喝咖啡了 弄弄弄 谢谢姐 客气 这 这杯给那个小姑娘 好 明伟啊 你洗点水果呀 这就来 明伟啊 别忙活了 我呀 就是来给老长长送点喜糖 恭喜恭喜啊 当丈夫娘了 我这女婿一开始啊 我也没看上 有钱有啥用 那都对我女儿好 后来我看她买的婚房婚车 都把我女儿名字加上了 结婚的时候呀 硬要给双份彩礼 所以想想也就算了 谢谢谢谢 之前你们家女儿相亲的时候 那么多人你都看不上 这个还只是勉强满意 你的要求可够高的 哎呀 我要求啊 一点都不够 我现在呀 就等着他们生孩子了 我女儿都三十了 再不生啊 那可成了高龄产妇了 对了 你女儿和我女儿是同年的吧 结婚了吧 没呢 在大城市发展 哎呀 女孩子去啊 拼什么事业呀 结婚成家 那才重要呢 哎 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 当老师 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 她后来没当老师吧 在剧院里工作 国企也有不少人追她呢 哎呀 教你女儿要求别太高了 差不多就行了 孩子不在身边呀 的确难管 哎呀 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 当初在老家 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 你看我女儿现在 管那个招人的事呢 老张啊 现在呀 这年轻人 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是啊 听说现在咱们都不结婚 而且什么丁克也不 什么不要孩子 哎呀 哎呀 随他们去吧 让他们呀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去 明白 再洗点葡萄 别别别别 老长长 我坐一会儿就走 一会儿呀 回去还要给我女婿女儿做饭呢 那就不留您了 不耽误您 好 好 你就忙忙忙 好 那好那好那好 那我就走了 老长长 我下一次再来看您 好 送送我走了啊 好好好 慢点啊 好好好 你保证老长长 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明伟 你别送了 别送了 我走就行 别客气了 别客气了啊 好好好 留步 留步 走了啊 慢点啊 好好好 还是跟之前一样 不懂事 哪是来送喜糖的呀 就是来显摩的 真是 这不是就聊聊天吗 他说什么 这耳朵俊子 那耳朵就出去了 我再给您洗点葡萄啊 那不吃了 不吃了 今天不上班第一天吗 估计他居然事太多了 不回复很正常 他昨天晚上 视频也没有接呀 你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怎么会呢 昨晚晚上我们在一块儿 吃饭聊天来着 什么事都没有好着呢 他最近胃不舒服 你别给他吃辣的啊 还有啊 从小他就跟你关系好 喜欢跟你说这说那的 你帮我问问他 他跟那个周到分了没有啊 我觉得他 如果这事处理好了 自然会跟你说的 你觉得他从小到大 他能处理什么事啊 你就帮我问问 问问 姐 我可以答应帮你照顾他 但是呢我绝对不做你的卧底 我得接个工作电话 我先挂了啊 回头有什么消息跟你说 好 不过孩子离得远 的确难过 哎呀 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 那时候在老家当老师 不也挺好的嘛 谢谢你 这是我现在手上的项目 别紧张啊 我看你资历还挺深的 来咱们剧院快七年了吧 是 我是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儿 现在像你这样有长性 不乱跳槽的年轻人 已经不多见了 不好意思 今天叫你来啊 主要是聊一聊 今后的工作安排 今年呢咱们剧院的 创属压力比较大 所以各部门啊 要实行叫末位投胎制 当然表现优异的 也会升职加薪 来 这张单子你看看 这是我整理出来的 可以合作的剧团 你考虑一下 选哪个跟进 明天告诉我 好的 司机理 要不你先接 可能有什么急事 我接一下 喂 妈我在工作呢 我给你打电话 为什么都不接呀 万一有急事找你怎么办呢 我一会儿给你回去 妈 不好意思啊 薪经理 我妈妈 子女再大呀 在父母眼里都是孩子 能理解 谢谢 那我先去工作了 好嘞 来 我在这里混这么久 不就图哥能混到退休吗 现在弄什么末位淘汰制 这 这怎么办呢 你们都选哪个剧团哪 对我来说都一样 你是义务骨干 当然不用担心了 小李啊 您选哪个啊 我看薪经理给的这个单子上 都是一些老牌的剧团 名气最大 但是其实内容是有些老旧的 而且号召力也不比从前了 你口气挺大的 敢问你有什么高见了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找内容独特的新剧团 会更好一些 比如像现在这首可热的小红梅 你是要逼死我们呀 你别有事没事 增加难度好不好 我跟你讲啊 这个小红梅很难请的 我儿子啊 就想看小红梅的剧 我抢了好多次啊 那个巡演的票都没抢到啊 我也是最后一说 我知道难请 我只是不想 居然不该做人了 就是啊 怎么弄啊 看看看看 还有一个那个剧 剧院 我觉得这个剧院 这个叫什么 这个剧院不知道要不要人啊 好像还可以啊 不行不行不行 怎么办呀 有什么事非得在这儿说啊 不能在办公室跟我们说 行了 我决定辞职了 你还是要回老家啊 我已经做了第三个选择 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大架 到处走走 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挺佩服你的 被你开心 好 娜娜 我今天晚上 估计还要搞个通宵 我这报告还没写完 好 没事 你 你 你敲 你使劲敲今天 你可以敲一晚上 因为 我要搬走了 一锦 还没走呢 朱经理 我回复完这个邮件就走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出了点事 一会儿就走 好 你也别太晚 毕竟 我不是个鼓励加班的领导 好 我更好 该回应 你现在想去做什么 往前返回 你的秦楼 在散看 这时候 我给你 那些人 我的顿 我还想到 你 呢 不 你 你 带她去这儿 知道开机了 跟你一起拍照片的 那个女孩是谁啊 我同事 叫赵云 也没结婚吧 你说你平时 交的这些朋友 你别跟他玩了 两个单身女孩在一块 更嫁不出去 妈 你今天八天 在我上班的时候 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你这样会影响我工作 麻烦你以后不要这样了 你的工作 不就是演木偶戏 陪小孩玩吗 你要是有娜娜那样本事 研究个什么器械呀 什么航天工作 分配到航天所工作 我就勿操那些心了 今天张阿姨送喜糖来 她女儿是管招聘的 我托她帮你找个工作 回来当老师啊 我当什么老师啊 我也没说我要回去啊 你自己看看 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好的 干了那么些年了 既不升职也不加薪 我在你眼里就是 交男朋友也不行 交仆路也不行 工作也不行 什么都不行 对吧 妈 你这什么态度啊 说个话跟吵架似的 我这都是为你好 不然谁管你这些婆事啊 我跟你说 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回去 我可能不知道我要什么 但是我非常清楚 我不要什么 你来 请进 慈经理 一姐 我想跟进小后梅 喂 喂 今儿怎么那么早 给我打电话 我呀 跟你商量个事 我想搬出去做 我这个室友呗 他特别吵 我 我今天早上六点钟 就被吵起来了 而且张亚晏回国了 我其实想搬到 他那个小区住 你想搬走 是不是因为 最后那个理由啊 妈妈 我就知道 我美丽善良大方的 孟晚清的事 肯定会支持我的 对不对 少来这套啊 少跟我成天的甜言蜜语 你跟我爸怎么样了 我不在 那个大丁弄泡没有了 是不是开心多了 挺好的 你想多了 先这样 拜拜 陶大蕾 陶大蕾你在干什么 你在自己家都这么鬼鬼祟祟的 我还没问你呢 谁呀 天言蜜语的 你是不是又偷喷我香水了 什么叫偷喷啊 我是光明正大的喷 女人的香水你也喷 我真想不明白了 你每天喷的香喷喷的 然后去什么书法班 你是去书法班吗 还是干什么去啊 我清清白白 深正不怕影子写 书法要写人也不能邋遢了 我晚上去妈那儿吃饭啊 我也去 今天晚上吃海鲜 你要不怕过敏 你就来 小姨 晚啊 晚上想找你问点事 有些人哪 说去小红梅呢 就是随口说说 结果啊 一转头 就跑到新领导那儿 去表现去了 显得我嘛 像不求上进似的 小曼 你说是不是 我没觉得 千姐 拿得下才叫表现 拿不下 不就炒鱿鱼了吗 小李啊 嗯 我觉得啊 你之前不这样的 现在啊 特别积极 是不是对我们新领导 有意思啊 千姐 你师父想太多了 没有意思 是 敢做不敢认哪 现在的年轻人啊 不靠谱 一定都不踏实 不靠谱 好 是小红梅儿童剧团吗 我这边是七彩儿童剧院 演出经营部的 我叫李怡景 尽量并不断 幸好 小李怡景 香港基本上 超红梅儿童剧院 她是2个大小的 1个大小的 非常健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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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伟 快快快 来就来吧 还提送你多东西 我女儿和女婿呀 买的水果我都吃不完 快快快 快坐 年纪住七楼 每天上上下下的 真不容易 我女儿女婿说了 今年呀 就给我换电机房呢 说我年纪大了 确实住这儿不方便 坐坐坐坐 是 您那孩子们可真孝顺 您真有福气 您说的 我给你沏点茶啊 你闻闻 你闻闻这茶 这是我女儿呀 从国外带回来的 给你沏点啊 您别那么客气 我就跟您聊聊天 咱们边聊边喝 来 喝点茶 你看上我们这七楼 我把你累的 是 有点歇会儿歇会儿 是有点喘 喝点茶 张姐 上次聊天的时候 听您说 您女儿在学校里 管招人这块啊 对呀 怎么 想让女儿回来当老师了 这老在外地不是个事啊 这个是她的简历 我想麻烦您跟女儿说说 拜托推荐推荐哪 这就对了 早该让女儿回来了 这亲亲热热一家人 那多好啊 我女儿学校最近外聘教师呢 实际呢 是啊 是啊 您看女儿哪天有空 我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呢 哎呀 看你客气的 不用那么客气 我呀 去给你洗点水果啊 吃点水果 不用不用了 你坐着坐着坐着 马上就好啊 妈 回来了 今天好像有点晚啊 我在对面的楼里头 跟张姐聊了会儿天 老张 你不是看不惯人家吗 怎么又跑去聊天了 都邻里邻居的 有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呀 我记得她好像是住在七楼啊 楼上楼下的 你这脚能行啊 慢点走 还行 也是 你呀 是该出去啊 没事跟这些老姐们 一块儿聊聊天什么的 多好啊 我这儿不用你天天来报到 那可不行 您这每天这卫生得打扫吧 一天三顿饭我得给您做吧 一紧那儿就更不行了 自从到外地去上学 这离这远 越来越不听话 你是不是盘算着 让孩子回来呀 全家就我最笨 我有什么可盘算的呀 喂 大姐 今天淘大脸职业班 我一会儿去妈家吃晚饭啊 好 我家两个菜 谁呀 老二 好 她回来热闹 小姨 你到哪儿了 我到 我走过了 我现在回来了 小姑娘下班了 今天怎么没和你那男朋友一起来 老板 来两份全家伙 来一份 来一份 好 来 老板 我 我 我那份不要了 我有事 我先走了 我有事 我想吃辣的又想吃番茄的 你给我扔奶 都行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了 小姨帮我忙 我听说能送饭就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本来就该来 这是我跟小姨的约会 点全辣还是鸳鸯呢 我想吃番茄 我得看球球吃什么呀 球球不能吃辣啊 我鸳鸯了 我想 不不不 不用管他俩 楼上加娃娃呢 咱们想吃什么点是吗 行 全辣吧 好嘞 不吃吗 帮我点个虾黄 我去给鸳鸯去 好 小姨 虾黄 我要吃这个 满辣凝肉 那就吃带皮的吧 带皮 贵了你这个 你好 您是哪位 我 我是球长乐的妈妈 学校开放日 是需要父母都参加呀 可以可以可以去没问题 周日下午一点是吧 好好好 好 再见 再见 李姐 小姨说你也找房子呢 你给我看看 看看是哪套比较好 我这几套是选出来的 你们住学校吗 我 我跟我那个室友作息不合 再说我这么大人 出来住很正常 你想找房子的价位是多少啊 五千左右一居室 对啊 五千 太便宜了吧 那五千块钱 那房子肯定 要不就装修不好 要不就小区老 怎么着 我觉得也得六千往上啊 我先看看再说吧 那像你说的那种 房子又新 装修又好 然后又在这个地段 那怎么着也得六千了 那六千还得跟人合租 我是觉得住得好一点 那贵点没关系 反正我这周末去看头房子 那她要搬出去住啊 她说学校睡不好 不自在 有宿舍不住 还要租房 花那个冤枉钱呢 这个你也同意 那她睡不好多受罪啊 钱我就努力挣呗 多谈几单生意 我还是可以挣回来的 依锦过年的时候 不是去她男朋友家吗 怎么第二天就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能发生什么事啊 年轻人在一起 打打闹闹的 我还巴不得发生事呢 这愤了才好 你跟周到真愤了 我以为你过年 都专门跑到他们家去 那肯定是要结婚 不停 分了就分了呗 那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 跟你说我好消息 老的燕子哥要回国了 只不过带了她的女朋友 这叫好消息吗 不是人都有女朋友 你还追什么呀 这说话就不准确了 我那不是追 我那个是 我那是等 我等她 我等她分手 对吧 她俩还能结婚呀 肯定不能结 这么自信 都说年轻人谈恋爱 没长性 我说我们家这娜娜 怎么回事 这看着那么一个人 脑子一根筋 你说她是不是 读书读傻了 你们家娜娜还傻 从小就猴金猴金的 也不知道什么人 才能入她的法眼 照片我倒是见过 反正就是特普通 我这问她 我说您干着她什么了 非跟我说 人家有才 是她的学长 在长青藤读博士 我决定了 听说我决定什么了 我要搬到 他们的小区去 不至于啊 不至于 喝点辣 唐叔叔啊 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 你也太不精致了吧 你搬出来 就是为了张晓晏是吧 二姨知道吗 二姨也这么不精致啊 你脑里想什么东西 这跟斤不斤持有关系吗 我妈不仅知道 还支持我呢 你跟周到分手 你妈知道吗 唐叔娘 我跟你说 我们俩今天谈论的 所有事情 要等着我妈知道 打死你了 你们家娜娜 这话都跟你说呀 平常打电话的时候 多聊多聊 就聊出来了呗 易锦不跟你说这些啊 姐 我告诉你啊 咱们得主动跟孩子聊 你们把这些 聊着聊着就成朋友了 要不然 要不然就越走越远 你告诉我 没有想把这些 要不然就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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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浪 也应该不尽越了 那你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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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 那你会不会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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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小姨 小姨 可算来了 我问你啊 你那中间靠不靠谱 当然靠谱了 我这用的 对了 你们两个都要租房子 那为什么不合租呢 又可以省钱 又可以互相照顾 可以啊 可不 不是 我 我同事约好了 一块儿合租 一块儿 二块儿 一块儿 二块儿呢 合租 你不是说你不合租吗 奶奶 你的毛肚好了 毛肚啊 我没看着啊 掰就碎 姐 你给我给妈扒一个房间 你手里不是都扒好了吗 为什么不给妈 特别空 没肉 这只不好 嗯 行了 行了 别别 你们吃你们的 不用管我 吃着饭呢 就别刷手机了 不是 那娜娜给我发照片了 他们晚上在吃饭 老三带着她和一锦 一块儿吃火锅呢 然后娜娜还说 等我们改天去了 带我和您去尝尝 你看 哎呀 就应该好好宰一下老三 嗯 吃得太素了 吃什么火锅啊 一点肉都没有 一桌子素啊 不是 还应该点个法餐 你 你这就是讲瞎话 你看这满桌都是肉啊 你从小你就挤对老三 妈妈 明明是老三挤对我 我哪敢挤对他爱那嘴 挺实的 哎 姐 一锦没给你拍照片 她不爱拍照片 早上就是随便说了一句 晚上要跟老三 还有娜娜去吃饭去 不可能 娜娜说她是临时过去的 一锦根本不知道她要去 哎呦 这吃着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啊 你就吃吧 好好吃 你去加点糖 嗯 喂 晚饭是吃的什么呀 火锅 你胃不好还吃火锅 我小姨吃呢 我想吃火锅 少吃点辣的 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知道 你说你 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娜娜那样 招人喜欢啊 人家娜娜吃了点好吃的东西 还知道带着姥姥带着妈 出去再尝尝再吃吃 你呢 跟个巨口的葫芦一样 我就是啊 你又不如第一天认识我 姐 弄好了没 都等着你的小料呢 你以后少到妈这儿来蹭饭啊 别拿我当厨子似的 你这是怎么了 这不是你让过来的吗 你姐说得对 每次来啊都像个客人似的 往这儿一坐 我 我从小就这样 好 剩下一个 好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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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呀 可不吗 还能试试 别提她 提她都吃不好饭 何宗那同事 这么快就找到了 你看出来了 小姨 我是觉得我要是真 跟娜娜住在一块儿 我妈会天天 拿我们俩做比较 我真受不了 姨姐你知道了吗 你很好 你凭什么不自信啊 我告诉你 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自信 别人说任何话 都不会再有 好 反正你是第一个信号的 我最爱你 那你一会儿也得开心一点啊 抓了这么多玩具 好玩 好 好 小姨复 姨姐 我想起你们家三口吃饭呢 我这在这儿打扰的 你都没法回家住 不用客气 是 妈妈 姨姐姐 是 来 你们看我抓了好多娃娃 不错啊 怎么这么多呀 这是你抓的 还是你给他买的呀 都是他抓的 可厉害了 小姨复 这粉色蝴蝶鞋 您品味挺特别呀 小姨你买的吧 手特别暖 是啊 你现在求她上去吧 我跟她说点句话 好 先跟姨姐上去啊 走了小姨复 拜拜 姨姨 拜拜 你想说什么 就关于那个 私立学校的事 那个私立学校 说最近有一个开放日 要孩子的父母必须参加 这件事情 我已经表过她了 她上对口的公立学校 就可以了 就去看一下吧 行 我通知完了啊 行 我通知完了啊 美女 你是我老客户了 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找的好房子 这个小区呢 在这一带属于模范小区了 男生女性住会比较安全 再加上这周围的 生活配套设施都特别齐全 您之前住这一片 这些情况您应该知道 明白明白 咱们刚刚看的那个小姨是 整肃六千二 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 您觉得怎么样 六千二 我之前住的那个 价格是一样的 但是比现在这个房子 还要大一些呢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您说的是 之前跟哥住的那套是吧 那六千二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价格了 去年那个房子的房租 就已经涨到七千六了 哥没跟您说 那这样吧 美女 我再给您看看 如果说租金再便宜一点的话 那可能就只有朝北的房子了 看看 美女 你刚看的这个一居室感觉怎么样 不行 我要二十二号楼的 这个小区可选择的空间很大呀 我就有二十二号楼的 好 六楼有一处朝北的房子也在出租 我不要朝北的 那剩下只有大的落伏子了 租金会稍微贵点 租金可以谈 你给我看看落伏子长什么样 这种 对 在哪儿 这边就是二十二号楼 租金 就是这个呀 但是就是它的朝向是朝北 看着还挺好 要不要咱们过去看一眼 嗯 我们有那个二十二号楼在那边 二十二这个数字 我不是特别的思考 理解 二十二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蓝蓝 你 你来看房子 我也来看房子 你同事呢 你自己啊 他那个 他突然辞职去外地了 那你一个人住啊 我 看看 美女 你刚看的那套大的落伏子长 租金要翻一倍 一个人住有点浪费 那那你先看我 我走 咱俩住啊 哎 两个人住不浪费吧 哇 这真的很不错哎 姐 是不是挺好的 落伏子长 楼上也很好 还是大落地窗 你看看 这屋我也喜欢 他这还是拎包入住是不是 开放式厨房 我刚刚看了 他这洗手间 洗手间也是那种干湿分离的 怎么样 哎 小伙儿 多少钱来着 一万五 一万五 对 太贵了 我九千 你六千 千八千 不合适 再考虑考虑吧 我去的 日子 你 我去的 我来看 我去的 我来看